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心吧 交给我 你可知 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 若是当年紫园没有被送上戴山 她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自以坦荡 潇洒行走于天地前 来 骆大人 中海之事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交给我 太子殿下既然来了 就进来喝杯茶吧 这暖炉 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 太子殿下前呼后拥 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 你与任安乐都知晓中海之事 私下商量 为何不告知我 太子殿下贵人事多 我与任大人设为臣子 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 可既是讨论公务 为何不在大理寺 就来灵香楼见面 我查的此事 与中义侯有关 中家的幸存者 中义侯也在追捕 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 你如此咄咄逼人 到底是为了中家的事 还是为了任安乐 与我私下见面之事 一般讨论公司 我来知道 马上说 他说 我今日去见了蒂承恩 看见了他写的字 和八岁时的笔封极为相似 他的字张扬锋利 自如其人 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 可是 过了十年 早已成人的紫园 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 毫无前章 我想是因为 这十年代山孤苦 她也无心念子吧 她的字语信念无意 为何脾性 却完全不一样 甚至 殿下 臣要提醒您 无论您在怀疑什么 凡俗之情 离皇家总是最远 你该时刻记得 到底该守护谁 该放下谁 如果十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 而是那个人 如果我许诺错了人 要该如何 就算你许错了人 已经做出的决定 便是覆水难收 哪怕你后悔了 但你身为太子 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 使不但我 必须让安宁 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 请不吝点赞